大家今天的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後 不只是介紹,最後也會抽獎分享給大家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Fersey Sajang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介紹 關係限定的伴手禮 大家有在看我的影片的人 應該不能發現就是我 非常非常的愛吃餅乾零食 今天要隆重跟大家介紹的 是非常厲害的產品喔 是這個 看出來是什麼嗎? Black Sanda 對,沒錯,就是 轟動一絲的雷神巧克力 它出現 京都限定的抹茶版 Black Sanda 使用的是宇宙抹茶 這次的限定商品呢 其實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京都米國おたべ 就是像Kyobam很有名的那一家公司 和Black Sanda 他們一起合作 共同開發的商品這樣子 那它原本呢 是在去年 2018年的年尾 年底的時候 在京都限定喔 買出 但是呢 它真的太紅太夯了 在京都也造成轟動 就是被掃購一空 呈現一個你有錢也買不到的狀態 這樣子 然後 它因為賣得太好 就是完全超乎預期的關係 還一度停產 對,停產了一小段日子 然後呢 因為我本人 昨天從京都回來 然後就發現 欸!它 開始賣了 這個一定要趕快跟大家介紹喔 那現在呢 它 原本雖然在京都限定 但是現在大阪地區有賣 所以 有去關心完的朋友們 一定要買來吃吃看 真的很好吃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可能有些人 有沒有聽過雷神巧克力 先介紹一下 它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 好 那這邊其實 有兩塊就有吃掉了 對 它這個 原本是有14個的 14個 主要像便利商店啊 那個 結帳的旁邊 常常會有放的 就大概是這樣子的大小 一個口袋餅乾 雷神巧克力 那這個 在台灣也很紅 不過呢 就是抹擦 國外台灣還沒賣 就死了 那介紹一下雷神巧克力 就是 應該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這個 雷神巧克力呢 在日本1994年的時候 就上市了 它已經 長年任賣了20年 到現在還是很紅 的一個產品 這樣子 好 再來吧 這樣子 那它呢 特別的地方在於 它使用了兩種 雨漬抹茶跟煎茶 完全不使用抹茶香料喔 它用的是正統的高級抹茶 我看一下 它長這樣子 對 看得到嗎 好 先聞聞看 它的外道真的很香 嗯 好 趕快來吃 其實我已經吃掉很多個了 真的太好吃了 裡面是這樣子 那它呢 也保留了雷神巧克力 原本的特色 就是吃起來這個 清脆的口感 外面是 嗯 巧克力 然後裡面是餅乾 有脆脆的 然後呢 摩擦味真的很香 而且一次就知道是用 好的摩擦 就是跟那種一般 香料摩擦 便宜的摩擦 吃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油喔 它吃起來呢 不會是死甜的 然後抹茶特有的那種苦澀感呢 也表現得很圓潤的感覺 這個真的喔 吃幾個我都可以吃得下去 這一盒我應該全部都可以一次吃完 我這樣太誇張了 真的不可以這樣 那很好吃 在這邊 跟大家日文教學一下 很多人應該知道 日文的 脆脆的口感 叫 好 但是呢 這一個 應該會比較形容成 有著音喔 有著音喔 的感覺呢 是清脆的 就是 吃起來是比較 清的口感 比較 輕盈 清脆 那像 這個 雷神巧克力 它吃起來是很紮實的 脆脆的感覺的話呢 就比較會講 雜咯雜咯 對 比較有口感 這樣子 對了 而且雷神巧克力這麼受壞的原因 也是它CP值非常的高 這樣子一個啊 就是原本日幣才30塊而已這樣子 那這次的抹茶這個限定版呢 它有出兩種包裝 一種是八格魯的 賣日幣600塊 然後一個是我這個 比較多的 14個妝的 是賣1000塊日幣 但還是很便宜 而且它這樣子一個一個包裝 很適合就是拿給 同學啊 同事啊 這樣子發 那大家都會很開心 很好吃 那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如果有去關係玩的朋友們 一定要買買看這個伴手禮 而且呢 因為它在日本真的也賣得很好 不曉得什麼時候 又會賣光買不到了 所以大家要趕快 趕快去買 然後呢 因為還有想到所有不見的 大家最近都有空去關係買 所以呢 也想要分享給台灣的朋友 然後我會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放這個抽獎活動 那我底下會貼那個連結 請大家踴躍的參加 活動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呢 就是追蹤我的Instagram帳號 然後第二個呢 是hashtag你的兩個朋友 並且留言說 我要吃抹茶類生巧克力 好 就這麼簡單 那我的名額呢 有五位一起參加活動的朋友們 就有機會吃到這個 抹茶類生巧克力唷 請大家踴躍參加 那個連結我會貼在下面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朋友 請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 那也別忘了按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會通知你唷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好 那我們下集再見 欸 啊對 然後還有Facebook跟Instagram 每天都會用中文、日文 分享、資訊 好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